柯文哲亲上火线 他必须要面对的最大问题 是他跟木可公司的金流问题 木可公司难道真的是 他的小金库吗 这个案子或许有点稍嫌复杂性 观众朋友一定要先记住 我下面说几个数字 两份合约 第一份合约400多万 第二份合约1500万 我待会讲了都跟这两个是有关系 但结论是什么 难道现在是党库 冲到了柯文哲的木可公司里面去 木可公司的钱 也跑到了柯文哲的口袋里面去吗 我们先从第一个 400多万这笔来开始谈 这是木可公司 他当时汇了400万的金额 到了柯文哲的私人账户 是私人账户 当时柯文哲说 因为我要做这个小物的关系 所以我必须要有肖像权的费用 这才有这个400万元 听起来没有太大问题 但问题点是什么 400万被大家说嘴之后 他马上说 我已经全部都要捐出 给我的党值 但问题点是 你当初签合约之后 是用你柯文哲个人的名义 跟木可签约 那你现在 你又说要回捐 那你为什么当初 不让木可跟靖总签约 不是会更漂亮呢 所以他今天针对这件事情 就看他要怎么回答 好 第二个事情是 关于我刚刚提到的 1500万 这1500万 大家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 大概是这样 木可公司 他负责帮柯文哲的靖总 帮他做一些小物 管理 物流等等 当时柯文哲 有亲售合约说 你们靖总 一定要跟这个木可公司 来签一个合约 签完之后 你要把这个盈余的 就赚的钱的十分之一 给木可公司 当时坦白讲 好多人支持阿伯 那些小草义无反顾 拼一次 拼到最后 他募得了1.5亿元 所以1.5亿元 都进到这个里面之后 我们刚才讲十分之一吗 所以才会有 1500万的这个价格 但是好奇怪 木可公司你到底做什么 大家会想说 赵和他要做成本 有什么之类的 不用 他的成本都是 净总的政治现金 给出去的 等于是你只要做好 物流跟客服等等 那1500万会不会太高了呢 你完全不符合 市场的行情嘛 所以大家会在想说 这个所谓的十分之一 是我卖出去的 这个总金额的十分之一 还是我的 卖出去的成本的 十分之一 这个价值差的 非常非常的多 好 这是其中第一块 第二块要跟大家讲的事情 是我刚刚不是跟大家讲 小草因为木得1.5亿元吗 钱都进哪里 当然是进到木可公司里面去 因为木可公司帮忙卖 帮忙做 那现在的问题点是 柯文哲今天要讲清楚的是 木可公司的1.5亿元 请问有回捐回去吗 照道理要回捐吗 因为你当时成本 为什么我还授权给你 这跟政治现金是有关系的 跟政治目的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必须要回捐 回去给你的净总 但现在似乎好像没有 回捐的这个讯号出现 所以大家才会怀疑说 是不是最后钱都进了 柯文哲的口袋里面去 这是柯文哲今天要讲的 1 2 3 三大块他必须要讲清楚 因为不要被人家说成 柯文哲的小金库 就是木可 好 第二个事情是 柯文哲是不是真的很会转弯 我给大家看第二张图 还记得用选举补助款 买的4300万的商办吗 大家想说没有关系吧 这选举补助款本来就是归个人 4300万 没有啊 他当初的说法是要捐出去 给党务过来使用 他拿了三分之二 7000多万 好 他买了4300万上班之后 被大家骂翻之后 人设崩坏 他怎么做 刚刚今天的新闻都有提到 民众党的中央委员 这个是冯启燕 他说可希望房子信托之后 归民众党或是公益团体免费使用 看起来非常的大碍 看起来是在灭火 但他内心讲的是这样嘛 大家先设想一个问题 第一 如果你今天真的 4300万的商办 是要交由民众党 以及所谓的公益团体来使用 你当初为什么柯文哲 要用你自己的名字来买呢 你可以去给民众党来买啊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啊 你用柯文哲的名字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起一 其二是现在也被大家揪了出来 柯文哲买的这个中正区 林森南路10号三楼 这是所谓的第三类 第三类的这个住宅区 第三类的住宅区 如果你要捐作公益团体 来使用的话 法规上面是不可以的 你看到这张图里面 他有讲到 这个所谓的住宅 如果你是用一般的团体 它是不能够使用 所以你有讲跟没有讲 其实是一样的啊 所以网友就陆陆续去酸它 第一个 你根本没有心想要捐 因为你用自己的名字 第二个事情是 北市土地的使用分区规则 人民团体就是不能使用住三嘛 所以你这样讲了这么多东西 不是 都是gay吗 好 针对我刚刚提出的这几个问题 柯文哲又有最新的说法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